这么美的一位女士 模特较量的身份 让她具有一种优雅的气质 然而渴望爱情的她却无人相伴 一天就在医院 一天抢就两回 我都放着脚丫子去银行取钱去 到底什么样的男士 能走进她的内心 我自配不如 模特 谢谢 你看这个高矮胖瘦 石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咔咔 人家还没聊呢 官暗个儿搞对象 挑大的挑小的 说实话姐 刚才那个先生马这儿走的时候 我还有点偏向于您的讲话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大家好 很高兴在周一到周五的21点40分 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 收看我们的选择 我是主持人小燕 欢迎大家 那大家也知道了 我们现在的选择 除了前一天晚上的21点40分 在第二天早晨的7点45 还有重播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看 今天是由两位专家老师 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了 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专家老师 一位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石小杰 欢迎石老师 一位是律师霍明亮 欢迎霍律师 那今天也是按照我们最近的一个流程 一号女士登场呢 是由我们的两位男嘉宾来决定的 那么他们会决定哪一位首先登场 我们把信号先切到南观察室 叔叔咱们来听三位女士的声音哈 第一位 这是第一位女士哈 第二位 今天参加节目录制 关键是想找一个陪伴众生的那个伴侣吧 互相欣赏对方的优点 包容对方的一些不足之处 我的关键就是陪伴是最重要的 这是第二位 来咱们听第三位哈 我现在也没什么负担 就想找一个北京的男士 有责任心的 他那时是过往下半身 第一个吧 第一个看人年龄大一点听着 那您呢 我感觉那个第二个声音 就是说话 好听一下 还是那声音和那个词句 挺温柔挺好的 我要选择第二位 那行那咱们定一个 定那个 定哪个您说 那个第二个吧 听着赵跟那个这哥们随他吧 第二个吧 好那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已经诞生了 我们掌声把他请上来 掌声有请 怎么样 石老师 这个首先来说就从这衣服 你就吸引了很多男人的目光 谢谢老师 老伴呗呗 就是陪伴 关键是陪伴 这就是过日子呗 这也就是您对未来另外一半的一个期望 对 印象挺好 刚才我听那声音就挺温柔的 好来选择他了 看了挺有气质的 你看果然我不出我所料 我觉得这声我有点肝颤嘛 他太阳气 我太吐气 那这样我们来认识一下 我们的一号女士 她的基本情况 一号女嘉宾李佩真 65岁 北京户籍 丧偶 社会退休 您这种状态可不像65的 这一看您是不是平常 也从事一些什么的文艺演出啊 什么的 有过 您是唱歌呢 还是走秀啊 唱歌也喜欢 但是没练过声乐 所有的文艺我都喜欢 关键是舞蹈 模特 形体 这样的 看不到刚才您上台的时候 那个气质特别的好 是吗 这种穿戴 就有一种表演的 要演出了 对对对 所以说你看得出来 还是挺让人惊讶的 因为一般走模特秀 我们搞这个选择的春板 都是那个大高歌的那个阿姨 是不是啊 对对 你那想法已经过时了 现在已经不需要你这样的了 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说吗 他为他的将来做准备 那你戴上大厨尊帽子 逼一炒勺 那也是一种特色 对 你就是一种 行业做模特 可以有那个胖模特儿吗 真是的 胖模特儿 挺肚子矮一点 那就怎么了 妈呀 我这叫特型演员是吧 我们自有自己的气质 我是说当老师 这个也是可能是 有点那什么吧 还当老师啊 一个喜欢 来来来来 那我觉得咱们真的应该好好了解他一下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固什么进入 原来是你环节 关键词 到外的那种美 我这走不动的感情 就是这样 跟踪人家 还跟踪 跟踪人家 也直跟踪人家 到了一个商场 我也不敢跟人家聊天去 待会儿我还看着他买东西 别让他看着 最后他出来的时候 我就问他了 他说我是模特儿老师 在美国 这样我们俩就有联系 也是他把您带到了模特儿队行 对 是吗 但是我说我这么矮 但是我喜欢 他说没问题 咱们练的是一个愣在的东西 对 大那以后我去门短着练 老一直在练 那您是报了班了 还说自己在家里看着视频来 不会的 我是专业的老师 比如说咱们新思路 你还去新思路呢 还有老年大学 老年大学就是我先生走了 那一年我就直接放我的嘛 直接就去了老年大学 因为一个人真的太孤独了在家 就是这样 相当有期 所以女人一退休了 就得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不要想年龄 我觉得她气质特别好 就是身材好像不是那个特标准 得稍微偏胖点 要不要看看我们姐姐今天现场 对我们来走一段 今天还走啊 来来来 走一段 给您配一个模式啊 好 石老师 老师 特帅 特年轻 所以这得看到谁 不行 石老师 你这吓人 掺着您质的 等着走 这行 这行 哎呀 呗 还要走一走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这两个新的女孩 这两个新的女孩 就是她的女孩 她必须要走 越来越来越爽 但是她的女孩 有些女孩 所以我只能够 他更有适当 所以我没想到 这两个新的女孩 等着 我家在《子娃》 爱 不在乎胖瘦 你看我都看得迷了 男士看得肯定更迷了 这走模特步 不是一般能走出来的 我太喜欢了 卖出的步子 能看住你的自信程度 是吧 就是不一样 学 学 我学 我肯定去学 一看就是专业 你跟人量的 还是有一些 就是基本的套路在 当然了 走路 老师的这个教 他必须步和他手和他身子 和他眼神都得配成套 你不能说看上这 这不灵 像我刚才不灵 我业余 我只瞧热闹 我懂你 你别说 我们姐姐走起来 我还是说那个劲在那 我现在发现 不在于高矮胖瘦 就是那个劲拿捏到了 就非常的好 那叫气质 所以其实模特不像我们理解的 只是走路就是 不是的 不是的 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艺术的修养 等等在里面 很多 但离开伤心地 我听您的口音 您是山东人吗 是 烟台夫妻是吧 主机是山东烟台 你真厉害 你竟然还能听出哪个地方 山东你也落响 对 青岛 他来你来 青岛来 是青岛来 因为我青岛的朋友也挺多的 过去 就是离开那个伤心地吧 怎么了 那发生什么呀 我两段婚姻 第一段婚姻就是我那个先生去世了 他是喝打酒 反正出事 就是这样 我先生住院花了奖金百万吧 我们一起报销一分钱 我感觉他也是挺身留职了嘛 就是我实在是忙不过来 也顾那么多人 他也就是 我说你挺身留职吧 您当时忙什么呢 我搞商业的 我下岗 下海 因为我是老大 帅个弟弟 我下海就是 所有女生能用的东西 从人到外 所有所有的 因为我这么多年 就过去的事情都不想说 第一批那个 老男那桶金的人 下海就是跑上海 全国各地 有厂子的地 就有我的身影 包括服装 百货 什么都有 没有没有的东西都有 然后你当时做到什么程度 反正是借了二百块钱吧 两个月 四个月之后 我就买了一套房子 四个月买一套房子 四个月以后 再慢慢的我就是 有几个 三个商场 三个商场 再就是搞那个房子出租 这也就这些吧 您的思路够超前的 对 就是可能是有这一点吧 对啊 房子出租 那个时候你看 你买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是什么年代啊 83年 82年 对啊 那个时候 其实对房子商品化 大家还没有那个意识呢 几乎不懂得去买房子 您是没有商 房子还没开 对外商商品化了吧 不是 我是弄的是商业的那种 比如说咱们 门市房 就是买的那个 不是买的 租的 租的 租的人家的转租 从包下来就去 对 这一片我就包下来 它是那么意思的 包下来 包下来以后 那你要买了 现在可发了 买过 买 买了上下楼 但是我来北京 先生去世以后 我就把他又转卖了 就那样 就是离开那个地儿 把孩子老哭 这女强人 不错 真的 能挑起家里的担子 真不错 做生意不是说 你能做就能做成的 他能做成 就说明他还聪明 山藤女的比较贤惠 家务啊 他就肯定 别勤快 你看人家 他能这么捣翅 就是勤快人 但是您当时这个 可以说叱咤风云的 那到了北京之后 怎么要重新开始 对啊 到北京 我那会儿到北京就是 人生低不熟的 也没有朋友 没有什么的 马家楼那边有一个 就批发那个 打理石的什么 我就搞那一个了 我把这个自己 就偷那去了 这是已经一个 完全陌生的行业 对 我就转行了 各哈入各山嘛 但是干了也挺好的 挺好的 有一个朋友认识我 认识我 要 姐姐你看你一个人 你爱着呢 都不知道 没说 不知道 你知道就是一个人 告诉他以后 他就说 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吧 就来了那几天不到一个月 他就回介绍这么一个人 这个先生特别特别好 这个好在哪儿 关心的那种 特别特别温暖 说话从来 就跟咱们这么说话 没有大声的那种 叫我的名字 那他叫你什么呀 我最后那个名字叫 叫珍嘛 珍珍 你吃饭了 我就这样 每天就这样 认识的时候 不知道他有病 但是他有病 他说薛亚高 他牛病 我也不懂 我想 无所谓吧 这个年龄 他才五十岁左右 我就四十多岁吧 最后就是发生到 牛肚症了 他走了多久了 五年了 所以其实两段婚姻 都挺遗憾的 但是您还都挺幸福的 是吧 对啊 但我给他们这两位先生 过日子 就是过正常的日子 能加起来以后 能有几年吧 这个先生就是五六年 以前他没病 五六年以后 病得可严重了 每天就在医院 一天抢就两回 救护车就来了 我都光着脚丫子 去银行取钱去 钱不够了就为我姑娘 因为我是个女儿 带的是个女儿 这个先生有一个儿子 儿子呢 也不紧 去反正上班也不用儿子 就是喜欢这个人 关键是品德 看多美 多好的女人 又能吃苦 所以再找的话 您的希望是什么 希望就是 两个人 不管怎么样 我感觉外在的东西吧 别要求那么多 要求的就是 两个人的品德 善良 厚道 我感觉做人吧 手下有厚道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需要 一些时间慢慢去感受 对 因为像您前面那两段 其实也是很幸运的 是很幸福 就是时间太短了 他们都是善良人 这个老伴就是得病 赶上了 真的 我搁一个这个 我搁一个 真是 没事 老师 过来了 都过来了 我就说 怎么这么不幸 两段婚姻前都是病 而且这个都是花钱的东西 第二个先生 就是我姑娘都给她花了二三十万块钱 你看 所以说 我感觉 现在有些先生就说 问问女士 你家有没有房子 你家有没有钱 千万别问你这个 谁有钱没有钱 不会说出来的 就是两个人的匹配度 善良 互相陪伴 日子都会好好的过 都没问题 八十年代挺风光的 又有钱 那时候二百万是钱 灵活呀 超钱呀 对呀 你想到现在很多人 还不懂得做二房东呢 人八十年代就知道做二房东 可没想到 您原来的 原来的很多的钱继续都是 后来这两段婚姻 为了爱给他们花吧 我感觉 什么是爱 就是这样才是爱 如果 我跟你说女人就是这样 真的很爱的时候 是不会在乎这些东西的 也不会在乎对方的 我们经常会说 什么是爱 爱是一种付出 喜欢是一种取得 对 所以呢 您在整个的这样的 两段婚姻当中 能够看到 您是一个非常有爱的人 而且有爱的能力的人 所以我看说 生活的感慨 给您积累下来的 包括您今天所 展现给我们的这些光环 光彩 谢谢 您一定是一个内心 充满力量 对美好的生活 充满期许的这样的人 谢谢老师 谢谢 她绝对错不了 她这种 这种女人 谁娶了她 谁幸福 我觉得人是挺好 挺高雅的 我就觉得自己高攀不上 自愧不如吧 所以你看你最后这个 不将就 其实我们再开始 依然是不将就的 哪一点是不能将就的 比如说喝打酒这个 找这个人 不是说他长得多么好多么高 你看咱们和律师不是一厘七八的个儿吧 但是呢 说实话 两位老师都不是那么一厘七八的个儿 还有这么多少绅士的男生呢 其实就是要的就是一个内在的东西 两位老师 非常正确 身不绅士 跟身高半毛钱的关系都没 对 没有关系 真的 五大郎在绅士他也是五大郎 不是 绅士什么点绅士 你都憋出内伤了 你别逗我了 我说的就是 喝大酒不行 喝大酒不行 除了不喝酒还有呢 抽烟呢 抽烟吧 比如是这个年龄 如果先生会抽烟的话 那就抽吧 适量吧 不行 跳舞 跳什么舞 交易舞 交易舞本身就是一种优雅的 有些人观点不一样 我感觉跳吧没事 行 没有房子 没有房子不行 这个就不行 这个我追问一句 那是真不行 他这个没有房子 他有的是这样 他名下没有房子 但是呢 其实他有独立的住房居住 比如说 虽然房子写在了孩子名下 您这种能接受吗 不行 没问题 有地儿住就行 有地儿住就行 您看 这个不能理解错了 人家是要求有独立住房 有地儿住 您自己有房吗 有房子 这个房子是准备养老的房子 那会儿买的时间 就是没有人买那个地儿 但是现在特别好抢手的地儿 他这个房子是三层高 跟别墅似的 我买的是一层 在洞四环 洞四环 离这儿很近 20分钟过来 好 那我问一下 如果跟一位先生约会的话 或者第一次见面 您希望在哪儿见 听那个先生的话 先生为主 您可以做主 别的我感觉第一次 我从来都是被动的 我脸皮薄 但现在 现在您可以做主 你看 公园 咖啡厅 餐厅 车站 游乐场 动物园 我就可以 我肯定选动物园 我觉得北京动物园挺好的 要是我肯定选动物园 为什么呢 为什么 我看那不顺眼 我看那漂亮的动物去 你想看动物 你就有动物看 不想看动物 其实里边的山山水水也蛮好的 就这么定了 行 可以 我们看到底是哪位先生 跟您一起去动物园 可以 那接下来您就可以决定 今天的两位先生 哪一位可以先上场 来 给您看一下 有十个他们的方面 您可以挑三个打开 然后来决定 A先生 B先生 谁先上 好不好 年龄 年龄 身体那个身高吧 身高 身高体重 一米七一六十 一米六六七十 住房的问题吧 住房 住房 稍微胖过点 我想要一百五十斤左右 那个七十公斤左右的 以上的 别太瘦了 有安全感 别太瘦了 稍微胖过点 那意思就你这样的合适 过时 对 过时 所以您最后选了谁 一剪下面这个 下面七十三的这位先生 是吧 一米六六七十公斤有房的 对 行 好我们来切到南观察室 我们看看是哪位先生 这位先生 这位先生是不是来过呀 来过 我见过 是不是 来过 老师吧 我真的不希望找这么大 但是今天 嘉宾都是这个年龄 我也没得客气 您是希望找多大 我找过七十岁左右的吧 但是你看他一乐起来 跟他乐了一下 就觉得 还可以 挺温暖的一种感觉 我点过他 我点过他 我跟他献个花 您是在公众号给他献个花 对对的 我献个花跟他 我说我跟他站在一块 跟他各差不多 应该挺配的 在那个正面一看到 一笑挺可爱的 挺 还行 有那种 有那种感觉 您慢点 你看我叔叔真是挺精神 您换个位置 二位老师好 您好 说 坐这边 二位受个泪 您二位站在一起 让我们看一下 来 二位受个泪 我自配不如 来 模特我 谢谢 谢谢 你看这个高矮胖瘦 石老师您觉得怎么样 什么 人家还没聊呢 官暗个儿搞对象 不是 飘大的飘小的 说实话 姐 刚才那个 先生往这走的时候 我还有点偏向于您的想法 但你们俩正站在一块 我发现叔叔您越来越帅了 来 坐 一号男嘉宾 杨胜丽 七十三岁 北京人 先丧偶 后礼仪 教师退休 我觉得行 可以好好聊一聊 那这样 刚才我们做主 然后给你们俩定在动物园见了 您喜欢动物吗 动物啊 动物啊 喜欢 看动物世界我经常看 您都喜欢什么动物啊 大老虎非洲雄狮什么的 行 狮虎山 你看我就说我刚才说的狮虎山 那就狮虎山 然后动物园养人溜溜 五分钟的时间 好吧 您是山东人是吧 对 自己带着孩子到北京来闯荡 自己闯荡来了 不就闯荡 那会儿 也就是离开那个伤心的地儿吧 就是给孩子闯着一个好的环境吧 有一个女儿 对 她在山东啊在北京啊 都在北京 结婚了都 也在北京啊 结婚了 姑爷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了 我一个女儿也是 她原先在国外 她最近要回来 她有公司到北京来工作 可能 我姑娘姑娘都有公司 她们都有公司 孩子的事咱们就不用去管了 现在都年龄大了 就想找一个两个人能去观认世界的生活吧 你身体怎么样 你的身体怎么样 我身体啊 现在目前还行 是不是我说话 我说话是不是声音小 十年二十年问题不大 你耳朵是不是有点 我现在已经有点背了 而且有点耳鸣了 我听出来 这不行了 这是老年代 我感觉到 要不本来我爱听歌啊 爱唱歌的事呢 自然规律没事 但是现在 我发的声音 我自己听着不好听了都 对 好 行 北京家住哪啊 您住哪啊 我住 现在住太阳宫 这大姐也不问你说 不是 您往这来 您瞧瞧她 您老往那边看 您瞧 您瞧这大哥 不是 看人家来 对不对 你自己也在北京没有住房是吧 我有房子 你自己买的是怎么了 自己买的在花园的房子 在哪 东四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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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几句是 小两句一大句 是 人家在约会呢 不是 不是 我是那个管理员 我爸老 公园管理员 不是他们俩不说了 他看你找你 从他们个人那个 尤其这位姐姐 她的阅历看 我觉得不适合这位老师 对 性格不一样 感觉到 因为这位老师 她未必能够体会和理解到 这位女士的艰辛过程 可是咱们双方的住房都不太理想 是吧 对 你是不是也是想到南方 房子比较 是 条件比较好一点 是吧 对 我两处房子都不太好 交的口还有一个小平房 那个什么的 超点钱 也现在租给中介公司了 一个月三千多块钱吧 对 那些吧 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 关键就是我那个地儿也所拆钱 到现在也没拆 咱们聊的是聊生活 就是 我对 我对其他的东西 我从来就不去追求 你多少工资啊 退休多少 我从来就没问过 每一个人 朋友介绍的也好 我从来就没问过 关键是两个人 这种状态 两个在一块生活 比如说 我玩着胳膊球 那个 去逛个超市啊什么的 我那步走得快 我穿旅鞋的时候 蹭蹭走了 先生在后边 我还在拽着他 我就感觉就有点累是吧 怎么样 聊得如何呀 心地善良的退休教师 有备而来 大叔叔啊 那就问题来了 我看您还有第三个关键词啊 想跟他联系联系 这个她是谁 能否见到 她心仪已久的那位女士 踢架还是踢两脚 等会儿 等会儿说 踢架 踢架还是踢两脚 省着万人说有七十多 等会儿多少 快倒了 说生气了是吧 为了证明我们能活到九十 踢架做 等会儿 过一会儿 这刚才那女婿说 这个您身体不好 您是不是心里可安较劲了 十二十年就吓得了 你让人俩人踢吧 我再来一个 哎呦 别摔着 没事 七十多岁了 不错了 选择志愿者 首次展露台前 这环境好 是吧 这好 妈呀 看个背影都能爱上 她能否与一号男嘉宾牵手成功 叔啊 这个天津的这位女士啊 由于疫情的原因 没法来北京 但是呢 可以跟您联系一下 您要不要跟她沟通沟通 更多精彩 尽再选择 65岁的苏女士 晚年选择与子女一起生活 但 喂 妈 我晚上加班不回去吃了啊 不一样的选择 不一样的生活 那这用不一样的生活 cau 那这就是活 呢